其實我都開玩笑說我其實就是微整 微整而已嗎 就像一般我們做醫美 我其實只是打打電波音波 先拉皮一下嘛 這麼輕微的等級 再來就是打打雷射 做一點點綴式的修整 比如說像在全市 我保留蠻多的耶 像門是 其實這個門是原來的門 這個樓梯咧 樓梯也是原來的樓梯 樓梯也是原本的樓梯 這很漂亮耶 就是因為我為了要搭配這個樓梯的這種 它這個鐵雕花的感覺 還有我的做了一個大理石的牆面 所以有一點點奢華感 所以我把門片 我其實只是加了裝飾條而已 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對對對 把裝飾條重新再做一遍 所以讓這一整區的空間感的氛圍是更貼合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對 就是小小巧思就好 老師我覺得你們家這個是美術館等級了嗎 真的很美耶 而且怎麼那麼亮 你是應該從早到晚都不用開燈吧 對 因為這個落地窗 因為我們是兩層的落地窗 然後陽光非常充足 我現在在你家講話會有回音耶 就整個樓中樓這樣 老師你們家室內是幾坪 全狀是幾坪 全狀是97 室內大概快70坪 哇 所以就是上下樓層加起來 各30多左右這樣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我聽說你有兩個客廳 好趕快帶大家來看到老師的第二個客廳 對 哇好棒喔 家裡有兩個客廳耶 家裡大致是這樣子 就是好事 對啦也是啦 你這樣講也是對 最主要是因為 我希望有一點點空間的區隔 是因為我希望外面呢 就是大客廳跟餐廳區 有點像公用區域 所以它是稍微整 雖然色調是暖色系 但我希望空間的氛圍有一點點冷掉 就是有一點點你知道距離感 但是一進到小客廳 你可以看出它不管是空間的擺設 然後跟包括可以看電視 是大家一起聚在這邊聊天的感覺 好像更溫馨更舒適 但是最重要的是因為本人就是假ABC路線 你知道外國人講的就是有個大客廳 有個小客廳嗎 我一直想要完成這個夢想 我終於完成了 終於達成了 好棒喔 老師因為你們家是老宅翻修 是是是 那其實我也很好奇 你是全部都打掉重新裝潢 還是你有保留它的一些原本的設計 其實我都開玩笑說我其實就是微整 微整而已嗎 就像一般我們做醫美 我其實只是打打電波音波 先拉皮一下嘛 這麼輕微的等級 對對對再來就是打打雷射 做一點點點綴式的修整 比如說像在全市我保留蠻多的耶 像門是其實這個門是原來的門 這個樓梯咧 樓梯也是原來的樓梯 樓梯也是原本的樓梯 對對對 可是因為我為了要搭配這個樓梯的這種 它的鐵雕花的感覺 還有我的做了一個大理石的牆面 所以有一點點奢華感 所以我把門片我其實只是加了裝飾條而已 就是這一個對不對 對對對 把裝飾條重新再做一遍 所以讓這一整區的空間感的氛圍是更貼合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對 就是小小巧思就好 然後像這邊這個圓頂也是原來的 我只是換燈而已 喔 我覺得這些小巧思大家真的可以學起來 我聽說你也會自己下廚 一定要的啊 我現在就是對於料理非常有興趣 所以這個廚房等於是我很重視的一個地方 那也因為我很重視 所以包括內部呢 我希望它 因為我這邊 它的這個挑高沒有那麼高 因為它做了鐵花板 原來的屋主有做 上面我是沒有換的 所以我也讓整個視覺放大 所以包括牆面跟系統家具的部分 我都一樣使用大理石紋的風格 讓它是很有一致性 它就可以自然的放大 然後包括呢這個3G 我選的是這種銀色系 也是為了讓整個空間感可以放大 就是整個色調是融合的 對 因為我剛剛看到包括你的餐桌 然後你後面不是有訂做一個大理石牆面嗎 然後走到廚房 其實都是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希望就是外面飛整區 它的調性是一致的 然後在廚房裡面 我個人這一次最大的突破 是我裝了IH爐 因為它的溫度 恆溫度比較好 嗯 煮出了菜一個漂亮喔 顏色一個漂亮 這是真的 老師的小撇步這樣 而且你平常每天都會自己下去嗎 對幾乎 老師現在要帶我走上你二樓的空間了 對 沒錯 好期待喔 二樓的空間呢 其實是比較私密的空間 嗯嗯嗯嗯 包括像是這個小書房 哇 其實我自己會坐在這裡 沉思 嗯好可愛 想像人生的未來 哈哈哈哈 這個空間我覺得它 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 嗯嗯 因為它真的讓我在這裡有很多的靈感 我覺得這個書房很可愛耶 對還有這個小兔子 對 然後你的這個地方 它還有一個 這個其實很多人會把這邊做成像卧榻 但是你這邊是多了一個空間的感覺 沒錯 嗯 而且我特別在這個空間放了一個這種 所謂有透視的壓克力現代感 其實這一區呢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河室 嗯嗯 你要知道在三十年前二十幾年前 每個人家裡一定都有河室 沒錯沒錯 我個人好討厭河室 比較老派 可是不 河室好廢 哈哈哈哈 好廢的地方 對 因為它河室到底要拿來幹嘛 對不知道要幹嘛 對 所以呢我就是第一個 一樣 因為我沒有大裝修 我只是把河室的門拆掉 嗯 保留它原來河室的規格 但是呢我利用這個 這個書櫃 嗯 然後跟一些顏色的變化 包括我剛剛講的 把現代的風格加進來 嗯 我覺得這樣子會讓這個 河室的禪風完全 我都感受不到了吧 完全不一樣 現在要來到的是老師的主臥房囉 老師你因為你是知名的造型師嗎 是 那你的更衣室啊 還有像是你的這個梳妝台 有沒有特別一些你覺得比較龜毛的地方 嗯 我最龜毛就是我 最高指導原則是 什麼都把它收起來 藏起來最好 收納就對了 對收納很重要 甚至包括像是這個梳妝台 一般大家下面可能是小椅子 嗯哼哼 我就是買了兩個床頭櫃 把它塞進去 哈哈 看起來很像做的對不對 對對對 但其實它也可以放東西就對了 對啊就是正常的櫃子 難怪 因為我原本想說奇怪 你東西怎麼那麼小 但其實並不是喔 盛老師全面都把它藏起來 都藏起來了 對然後我最遺憾的是更衣室 因為這更衣室是本來屋主本來就有的 這是原配原來的配備 這些原本都是它的嗎 對對對 喔看起來還是很新耶 是因為我不喜歡看到東西 所以我本來一開始是想要做門 全部把它折起來 會想說我怎麼想這麼多 把這個門關起來就好啦 哈哈哈哈 你的眼光很獨到很精準 因為很多人一定也會想說像你一樣 看老齋然後翻修 那也想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怎麼樣可以看出它的獨特性稀有性 第一個當然我覺得你如果是老宅的話 像我是大樓 大樓有一些線索是可以看出 這個房子值不值得你入手或投資 比如說你要先看一下大樓的這個維護的狀況 你從它的公共區域 不管是電梯間或者是樓梯間 像我去看老宅 我一定一定會去打開安全門看樓梯間 因為樓梯間維護得好不好 就知道這個社區維護得好不好 像老師剛剛也分享很多的小技巧 就是說只要花少少的錢 可是卻可以在一些小地方改變 去讓它可以整個煥然一新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大家可以學起來的 對啊因為事實上在裝修這件事情 除非你是要整間全屋打掉重來 不然我覺得現在有很多 不管網路上有很多資訊可以讓你查 甚至有很多這種賣場 它可以讓你去詢問 我覺得適度花一點小巧思 比如說像在門片上做一些裝飾 再來就是軟件上 包括比如說沙發或櫃子 我覺得就是你可以利用顏色的變化 甚至包括牆面的顏色 你可以做區塊的一些選擇 都可以讓你的這個房子看起來有溫暖度 同時呢又有很多的變化 空間的變化性 我覺得利用顏色是比你認真去大改妝還要快 真的真的是省錢妙招 大家要學起來喔